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少阳病的原文所描述的正后表现来看 主要涉及到三胶腑的病变 而没有明显的三胶经脉受邪 精气不力的这种临床特征 所以我们说少阳病的病位涉及到足少阳胆经 足少阳胆腑和首少阳三胶腑 从少阳病的成因来看 不外是两大方面 一大方面是少阳本经受邪 因为经脉是寻寻于人体的体表的 它直接和外界接触 所以它可以直接感受外来的风寒邪气而发病 然后邪气寻经入伏 这就形成了少阳病 少阳病的成因的第二个方面 是邪由他经传来 哪一经的邪气容易传少阳呢 首先是太阳 因为太阳是主表的 体表的这个第一道防御外邪的防线 被邪气所突破以后 形成了太阳病 如果太阳病失智或者物智 邪气就可以传其他五经 所以少阳病的成因之一 是邪由太阳传来 少阳病的成因之二 由于少阳和绝阴相表理 当绝阴阳气恢复的时候 可以出现绝阴之邪外出少阳 我们把它叫做脏邪环腐 阴病出阳 我们在讲太阳病的时候 谈到太阳病的成因 可以是少阴阳气恢复以后 少阴的脏邪环腐 阴病出阳 由少阴外出太阳 我们谈到阳明病的时候 说阳明和太阴相表理 所以阳明病的成因 也可以是由于太阴之邪 脏邪环腐阴病出阳 但是少阴传太阳的原文 太阴传阳明的原文 我们都要在三阴病片谈到 要分别在太阴病片谈到 在少阴病片谈到 因此少阳病的第二个 少阳病成因之一 是绝阴之邪外出少阳 是脏邪环腐 是阴病出阳 这个成因呢 我们也要将在绝阴病片来谈 为了使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 少阳病症候的基本病基 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复习 少阳的有关生理 复习生理的时候 我们也是从经脉 从脏腑 从阳气 这三个角度 来谈少阳的基本生理 从经脉的角度来讲 我们主要讲的足少阳胆经 足少阳胆经 行于人体的头身两侧 凡是一侧 头的一侧 身体的一侧 胸斜部 这都是少阳所主 太阳经脉 行于后头部 镜像部 后背部 头向后背 所以头向后背被邪气 头向后背的肌肉 筋脉的痙磷的这种症候 我们认为是太阳经脉受血 头向降痛 向背降紧紧 这都是太阳经的病 阳明经脉 行于头面胸腹 水汤 额头疼痛 满脸通红 目痛鼻干 夜窝不宁 以至上胶 热于上胶的直子齿汤症 热在中胶 胃热弥漫的白虎汤 适应症 热在下胶 阴虚水热护结症 我们都把它看成是 阳明经 徐经部位的一些症候 那都属于阳明病 如果是偏头疼 胸邪疼痛 那么这就属于 少阳经所过的部位 那是少阳经脉受血 我们在了解少阳经 徐经部位的时候 还应当注意 少阳的经脉 落肝 鼠胆 这就沟通了肝和胆的表里关系 肝和胆 脏腹相连 经脉相互落属 在生理上 它们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肝胆相表里 在病症上 它们会相互影响 少阳之邪不解 可以传绝阴 绝阴阳气恢复 可以脏邪还腐 可以阴病出阳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 足少阳的经别 经别我们以前都谈到过 是十二经脉 别处的一个分支 它的寻心特点 入忌邪 不胸腔 过心脏 有忌邪 有胸腔 有心脏 所以少阳病猜有 心烦喜殴 胸邪苦闷 有胸 有胸 有邪 胸邪苦闷 入忌邪 邪字应当是这个字吧 入忌邪 不胸腔 上阳精气不力的时候 上阳经脉受邪 精气不力的时候 可以有胸邪苦闷 上阳病有心烦 喜殴有心烦 那么正是由于 足上阳精别 过心脏的缘故 在三十多年以前 我在医院做住院医生 我们的医院是一个中医的医院 协和医院是一个西医的医院 协和医院的心内科 和我们医院的心内科 相互协作 我们呢 就治疗一些冠心病的病人 用协和医院的西药的治疗方案 当然我们也用我们的中药的治疗方案 中西医结合 协和医院的心内科 他用他们的西医的治疗方案 他用我们的中医的中药的治疗方案 这样来搞协作来观察病人 我们在观察病人的过程中呢 发现有一部分关心病的病人 用我们的中西药物的这种治疗方案 这种常规的治疗方案 或者说叫群体化的治疗方案 有一部分心脏病的病人 心脚痛疗效不好 然后我们再仔细研究说 这些病人为什么疗效不好 发现他们或者有慢性的肝病 或者有慢性的胆道疾患 比方说胆囊炎的胆道结实 胆囊吸肉啊等等 而这些病人呢 当他们这些肝胆系统的病症 比较重的时候 心脏症状也明显加重 当他们肝胆的症候 比较轻的时候 胸闷了心脚痛的症状的发作的次数 或者程度也明显减轻 以时乎我们就想到了 对于这类的病人呢 我们是不是应当转头去治疗 他的肝胆疾患 结果我们发现把肝胆疾患 经过治疗 有明显好转以后 这些关心病心脚痛的这些病人 心脚痛的发作几乎非常非常少 或者说就基本缓解了 而再去用心电图做检查的话 心电图都有所改善 所以那个时候 协和医院的心内科主任说 哎呀 看起来这些心脏病的病人 或者说这些关心病的病人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叫做胆心病啊 你看从心脏病的角度来说 我们听说过肺心病 先心病 风心病 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高血压性心脏病 没有听说过胆心病 可是我们协和医院那个专家 那个西医内科专家 看到了这么 有很多一部分病人 你是他是慢性的肝胆积患 结果出现了心脏的心脚痛的症状 而治疗肝胆积患 肝胆积患治好了之后 心脚痛的症状也缓解了 所以他就提出了胆心病的概念 提出了心胆相关的概念 实际从中学的角度来说 早就有心胆相关的概念 而且心和胆是通过什么来联系的呢 通过经脉来联系的 所以这就跟我们在临床上治疗 某些心脏病提供了另外的一个思路 从肝胆来论治 这是我们从经脉的角度来讲 我们要注意 他的精别和斜和胸有联系 和心脏有联系 下面我们谈一谈胆辅 胆辅的生理功能 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 这就是藏经脂 洗书泻 煮绝断 迹象火 胆辅所藏的经脂 是肝脂 鱼气所化 胆脂是 在肝脏里都生成的 胆囊只不过起到了一个 注存胆汁 然后排泄胆汁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它是藏经脂 藏经脂和洗书泻的功能相结合 它的精脂 排放 有规律 该排的它就排 不该排的它就注存着 比方说我们吃过饭以后 胆辅收缩 胆汁排入食指肠 来促进消化 我们不吃饭的时候 胆汁就注存起来 等着下次吃饭的时候 在机中使用 这就叫精脂排放有规律 该排的排 那么该注存的就注存 这个功能是靠胆辅 藏经脂 煮书泻的功能来实现的 所以我经常提倡要吃早饭 有好多中学生不吃早饭 有许多成年人也不吃早饭 我曾经随访过 大约有20例胆道结实的病人 这20例之中 有十几例是长期的不吃早饭 你想想 这一夜胆汁的注存 早晨在不吃饭 甚至连一口水都不喝 就匆匆忙忙的上班 所以胆囊中的胆汁 注存在胆囊中 没有机会去排泄 你只有一吃饭胆汁才能够排泄 那么就预计在胆囊 预计的时间长了 胆烟沉积 那就有可能形成胆结实 所以不吃早餐 我认为是诱发胆囊结实的可能的一个诱因 经之排放有规律 它对哪个脏器有影响呢 这个时候则扬明之气可降 太阴之气可升 也就是说 邵阳胆 藏经质和主书却的功能 它关系到扬明之气的降着 太阴之气的可升 也关系到扬明的授纳 和太阴的运化 和消化系统 有密切的关系 杨明属于理 太阴也属于理 你看邵阳胆辅 他的功能的正常 和理气的升降 和杨明 太阴的授纳和运化功能 有密切的关系 胆是主决断的 肝是主母虑的 而胆和肝 洗书卸的功能 除了促进消化系统的机能之外 还有调畅情质的作用 肝胆能够正常的书卸 胆气不虚 这对人的情绪 心情和思维 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 从精神来说 精神愉悦而少 忧郁 肝胆能够正常的书卸 少阳胆气不虚 他能够正常的主决断 他的精神就愉快而少 抑郁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 忧郁症的病人 他们大多是在先天的 心胆 阳虚 气虚的基础上 稍稍受到一点外来的 这种刺激 他们就不能够承受 就不能够输卸 与之乎导致了精神的忧郁 从心情的角度来说 少阳书卸功能是正常的 主决断的功能是正常的 那么他的心情就轻松而少焦虑 有许多人天生的心胆阳虚 心胆气虚 胆小 容易紧张 容易焦虑 一到考试的时候 手脚发凉 心慌心跳变快 在日常生活中 在工作中没有更多的魄力 唯唯诺诺 果足不全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心胆阳虚气虚 书卸无力 决断无力 当然主书卸的功能正常 主决断的功能正常 他就思维果断而少 犹豫 犹豫的这个欲我显得对吗 就是有许多人 他可以对一件事情 可以想出许多的处理的方法 但是他就是决定不了 我采取哪个方法最合适 这个 有一个学生上本科的时候 快毕业的时候 他来找我 说老师 我们班上有两个男同学喜欢我 您看看 我和哪个同学好是好啊 我说 我不了解你们同学的情况 说老师 您从头到尾 跟我们班同学上课 那你应当对我们同学更了解一些 我说你天天和同学接触 那我只是上完课就走了 那我跟你决定不了这件事情 好 最后毕业分到外地 走之前又去看我 我说你最后怎么决定呢 说老师 我决定不了 我实在犹豫 我这两个各有长处 最后一个也没要 毕业两年以后 考回来 考到另外一个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他又来找我 说老师 我新交了两个朋友 我说你怎么交两个呀 一个就够你忙的了 他说 都是他们找的我呀 一个是美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 我说 我说那你怎么选择 他说你看我把他的资料 都给您带来了 有照片 有他们的简历 这好像是做政治审查一样 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 决定一下选择哪个 我说这个我可不能决定 好 硕士毕业的之后 还是他一个人走了 现在晃晃晃晃 已经45岁了 还是他自个 他就是这样胆气虚 所以有一天呢 他看了我一篇文章 他看了我一篇文章 我那篇文章是写精神忧郁症的 他拿着这篇文章来找我 说老师 我现在觉得我都四十多了 这个叶梅丽加梅成 平时做什么事情都单想和害怕 现在也思维迟钝 动作也迟缓 正像您写的这篇文章所说的 我是不是得了精神忧郁症了 我说你现在还不是精神忧郁症 你只是不过是有精神忧郁的倾向 你最主要的就是天生的心感 阳虚气虚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 优柔寡断 所以这种情况就属于他先天的 主决断的功能差所造成的 所以少阳病涉及到精神情质方面的症候 因此我们讲治疗少阳病的主要方剂 柴虎剂 常常用于临床上治疗 一些精神情质方面失调的症候 这主要是和胆喜书泻 胆主决断 具有调畅情质的作用 这个生理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咱所记得像火 我们说五脏六腑的阳气都叫火 除了心中的阳气 我们叫军火之外 其他脏气的阳气都叫像火 这个像火是不抗不裂的 不抗不裂 一会我们会提到 因为他的阳气是一阳 是小阳 他所记得像火 就是阳气 不抗不裂 他的作用部位呢 是全身的 对五脏六腑 在新陈代谢 有温序长痒的作用 对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 有温序长痒的作用 也就是说 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 要想旺盛 要想活泼的话 他依赖少阳向火的 少阳一阳之气的这种促进 这种促进 所以皇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叫做 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五脏加六腑合起来是十一 十一脏实际上就是指的五脏六腑 他们的功能 当然他们五脏六腑各有各的功能 但是这种功能要活泼起来 要活泼起来靠少阳一阳之气的促进 下面我们谈谈 首少阳三胶 三胶这个胶字 六书怎么说的呢 六书这本书 说胶翻之尽探也 用火来烤 烤到接近碳化的程度 这就叫焦 我们所说的焦碳 不就是把煤隔绝空气以后加热 使它燃烧到最好的程度 杂质都去掉了 如果继续燃烧的话 能够放出最高的能量 所以这个焦就是燃烧的意思 这个是燃烧的意思 人体内的燃烧 实际上就是能量代谢 能量转换 三就是多的意思 人体全身多处的 人体全身多处的 具有能量转换 具有能量代谢的这种场所 就叫三胶 所以古人用三胶这个词 用得非常有意思 每一个细胞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 每一个组织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 每一个器官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 凡是有能量代谢能量转换的场所都是三胶 所以全身无处不三胶 全身处处是三胶 后世有的一家要找三胶具体的形态 那么这是对 诸一古代著作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它还指的一组功能 全身各个细胞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 具有能量代谢的这个功能能量代谢的场所都叫三胶 黄帝内经说的非常明白 三胶是元气之别石 元气是什么呀 元气就是能量啊 能量代谢的场所就叫三胶 既是能量代谢的场所也是能量转输的途径 而我们终于不用能量这个词 用气用水用火水火气机的通道 所以三胶是水火气机的通道 我们在太阳病天曾经引过一句话 说三胶旁光者凑立毫毛其硬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 所谓三胶旁光者凑立毫毛其硬 是说三胶和太阳主表的关系 太阳的阳气化生于下胶 在肾阳的温序作用下通过膀胱的气化化生太阳的阳气 太阳阳气通过膀胱经脉也通过三胶向体表输布 输布到体表以后起到温氧基表 调节体温和防御外邪的作用 因此黄金内经说三胶旁光者三胶腑和膀胱 凑立毫毛其硬和凑立毫毛的正常生理功能 凑立毫毛的正常的位外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当三胶气机调畅的时候 太阳就表气调和 三胶气机调畅 太阳表气 就会调和 可见从少阳府来说 胆府精之排放有规律 阳明之气可降 太阴之气可升 阳明可以受纳 太阴可以运化 少阳三胶气机调畅 太阳表气调和 你看看这个少阳 他不诸表 他也不诸礼 但是少阳气机调畅和表也有关 我们接着看少阳的阳气 少阳的阳气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项火 他的量怎么样 他的量不多 在三阳中 他的阳气的量最小 最弱叫一阳 叫小阳 后世一家 把他叫做又阳 把他叫做质阳 把他叫做嫩阳 凡是质嫩的又小的这些词 都用来形容少阳阳气的这种量 说他不亢不劣 这个词我们刚才谈过 不亢不劣 如日出出 但是却是蒸蒸日上 这就是少阳阳气的特点 是个小阳 是个弱阳 就像小孩一样 活泼好纵 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 他没有力量 他不亢不劣 就像出生的太阳一样 蒸蒸日上 那么他作用部位 是全身的 我们刚才说过 少阳所记的项火 对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 都有促进和调节作用 所以说他的作用部位是全身的 他有对全身有温须掌养的作用 对全身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 都有温须掌养和促进作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回忆一下 为什么说太阳主表呢 是因为太阳的阳气运行于体表 它起到了一个温序基表 调节体温 防御外邪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太阳主表 主就是管的意思呀 而体表的阳气被风寒学气所伤 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把它叫做太阳病 我们为什么说阳明主理呢 因为阳明的阳气作用于胃肠道 胃肠道中的阳气 我们把它叫做阳明的阳气 它有腐疏水谷的作用 腐疏水谷你需要热能吧 它有变化糟粕的作用 你怕水谷的渣子变成糟粕 它需要热能吗 所以说阳明主理 因为胃肠道是人体最内部的器官 大家想一想 阳 少阳的经脉在人体的一侧 少阳的胆腐在人体的一侧 可是少阳的阳气的作用部位是哪里呢 少阳阳气的作用部位是全身的 三胶气气调畅 三胶也有阳气 三胶也有向火 三胶向火通达 则太阳表气调和和竹表有关 胆腐气气的调畅 胆腐向火的旺盛 和脾胃之气的生和降 脾胃之气的受纳和运化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它和竹里也有关 因此少阳既不单独竹表 也不单独竹里 但是和竹表也有关 和竹里也有关 后时为了区别和竹表竹里的不同 就把它叫做少阳竹半表半里 那么这个半表半里 不是一半表一半里 是不是一半表一半里 如果是一半表一半里的话 表证我们用桂枝汤 理证我们用白虎汤 用桂枝汤和白虎汤何方 能治少阳病吗 不能 所以半表半里 不是一半表一半里 也不是表里之间的夹界 表里之间的夹层 有的书上就说 少阳外近太阳内临阳明 处于表里的夹界 表里的夹层 所以有人就说了 太阳主表皮毛为表 阳明主里肌肉为理 那么少阳是什么地方呢 皮里肉外的那层纸膜就是少阳 那就是那层大肥肉受邪了 那就是少阳病 对吗 显然不对 显然不对 有人说太阳诸表 书窍未表 阳明诸理 未尝未理 那副下水就属于阳明 那么少阳在哪里 书窍之理 未尝之外 那就是胸腐腔 只说胸腐腔是少阳所主管的部位 这个理解对吗 显然也不对 是吧 我们说少阳经脉虽然在人体的一侧 少阳胆腐虽然在人体的一侧 但是少阳阳气的功能 少阳向火的功能 它是作用于全身的 外可以和太阳 内可以和阳明和太阴 这就像我们这个门 门的轴是装在一侧的 门的外面 我们可以比喻为太阳 来抵御外来的风寒 门的里面 我们可以比喻做阳明 来保护房间内的温度 而少阳经和藏 就像门的这个轴一样 只装在门的一侧 但是少阳这个 这个一侧的 这个门的荷叶的 这种灵活的运转 却关系到这个门的开合和 所以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少阳主树 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少阳主树 少阳就像门 一边的这个门轴一样 门轴能够运转 它的运转调畅通达 门在外可以开 在里可以和 我们人体的少阳经和少阳胆辅 虽然在人体的一侧 但是它的气机畅达 也包括三胶气机的畅达 那么就表气调和 理气调和 这就是少阳 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当正确理解 这个半表半理 所谓半表半理是区别于表理 但是和表理都有关 半表半理者 非表非理也 不表不理也 不是一半表一半理 更不是表理之间的夹层 关于少阳的生理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第四个 我们谈谈少阳病的特点 和正后分类 先谈谈的特点 少阳病 也可以有经症 也可以有腹症 携带经脉的 那就是经症 携带脏腹的 那就是脏症或者腹症 但是对于少阳病来说 常常是经腹同病 上阳病的特点是经腹同病 你看太阳病 经表症 中风伤寒 是独立的症候 蓄水蓄血是腹症 也是独立的症候 阳明病 为着弥漫的白虎汤症 为着弥漫经济两伤的白虎 加人认汤症 前代一家 有人把他叫做阳明热症 也有人把他叫做阳明经症 这里所说的经呢 是泛指前表的 泛指前表的症候 都可以笼统的叫做经 它是和那个腹症相对而言的 而阳明腹症呢 有腹症症 有脾约症 有金盔便捷症 还有阳明叙血症 经症和腹症都是分开的 对于少阳病来说 经脉受血的症候 和胆腹三胶受血的症候 常常同时发生 在治疗上 也都用小柴虎汤 一个方子来治疗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第一个特点上 应当加一个 易经浮同病 第二个特点 易气欲 易化火 为什么他容易气欲 因为少阳本身是主书泻的 他一旦得病 他必然就要书泻不力 所以我们治疗少阳病 要抓一个欲字 一定要输欲 为什么易化火 因为少阳内藏向火 他所藏的这个阳气 不抗不裂 但是蒸蒸日上 一旦有邪气 欲饿了绝阴向火 他就特别容易化火 所以我们治疗少阳病 要抓一个欲 要抓一个火 第三个特点 易生痰 生饮 生水 少阳病 为什么容易生痰 生饮 生水 这和首上阳三交府 受邪之后 气阶失调 是密切相关的 三交是水火气阶的通道 特别是三交是水道 三交为水道 所以一旦少阳受洁 三交水道不力 水邪内流 他必然就要生潭 生饮 生水 当他因水失内生的时候 反过来又组织三交气阶 组织少阳气阶 加重了少阳气阶的症候 加重了少阳 浴火 内胜的症候 所以我们在治疗少阳病的时候 不要光想到了气 也还要想到 谈阴水失的问题 少阳病的第四个特点是一半发太阳阳明太阴之气不和 这个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三交旁观者凑立毫毛其硬 三交气阶畅达 则太阳表气调和 现在少阳受邪 三交不畅 很容易影响太阳之气的疏步失调 那就可以办法太阳表气不和的症候 我们刚才也说了 胆辅是藏经之的 是洗书械的 主书械的功能正常 藏经之的功能正常 经之的排放是有规律的 那么太阴之气可生 阳明之气可降 阳明可以受纳 太阴可以运化 现在当三交胆辅受邪 气阶欲恶而化火的时候 必然也容易影响 阳明和太阴之气不和 所以这就是少阳病的四大特点 我们在治疗少阳病的时候 这四大特点 应当紧紧的抓住 应当都考虑在内 少阳病的分类 一个是经症 一个是辅症 对于经症来说 就是足少阳经脉受邪之后 少阳经的阳气被遇的一组症后 它的主要表现可以是 目翅 耳聋 这都是少阳经脉所过的部位 凶邪苦闷 往来寒热 为什么往来寒热 我们把它归属于少阳的经症 我们在讲往来寒热这个症后的时候 我们再具体的谈 你看这都是少阳经脉所过的部位 处症来说 像口苦 这是胆火上炎的表现 像烟干 这是少阳浴火伤筋的表现 像木悬 这是少阳浴火 上扰 清窍的表现 心烦 这是少阳浴火扰心 喜欧 这是胆辅浴火范胃 默默不欲饮食 这个默默是精神忧郁 心情不爽快的一种自我感觉 这是少阳胆火内欲 情质不爽的特征 至于不欲饮食 那正是胆火范胃 胃气不合的表现 但是对于少阳病来说 经症和腐症 往往同病 经腐症 往往同病 所以在治疗上都用小柴胡汤 用小柴胡汤 统一治疗 用小柴胡汤 统一治疗 统一治疗 我在这写统治 在治疗上用小柴胡汤 统一治疗 除此之外 少阳还可以有监症 本来少阳本症中就可以有监症 比如说监青度的太阳不和 监青度的阳明不和 监青度的太阴不和 但是有时候这个监症 特别突出 我们在这可以说 有监太阳的 有监太阳表症的 光用小柴胡汤 在治疗上 就可能有些困难 那我们就要 用柴胡汤 来配合 解表的方子 治疗太阳病的方子来治疗 可以监太阳表症 可以监阳明理石 那光用小柴胡汤也不行 那就配合成器汤 来治疗 像大柴胡汤 它就是小柴胡汤 去掉补的药 人参和干草 然后加上半个成器汤 那就是监阳明理石 还可以监太阴脾虚 像柴胡桂枝干浆汤 它就是绍阳不和 监有太阴脾虚 又监有金也不足 还可以监心神不明 由于绍阳精别 是过心脏的 所以当绍阳浴火 上扰心神的时候 出现了突出的 心神不明的症后 那光用小柴胡汤 也是不行的 那就应当加振心安神 这种药来治疗 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 绍阳的监症 绍阳病的主要症候的分类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第五点 我们谈谈绍阳病的 治法和治劲 我们说太阳主表 太阳的阳气像皮表输布 太阳的阳气怕什么 他就怕含血壁表 他就怕含血壁表 齐气未壁 含血壁壁表 这就形成了太阳病 所以治疗太阳病 应当发汗一起壁 太阳主理 这个阳明主理 阳明的阳气怕什么 因为阳明的阳气是以降为顺 是以通为用 所以阳明的阳气怕的就是抗盛 他怕抗盛 所以在治疗阳明病的时候 就用清下以平起抗 用清法 用下法来平阳明的 邪热的抗盛 少阳主书 我们在这里不用办表 办理这个词 免得人们误会 把它当成一半表 一半理 或者把它当成表理之间的 夹介 夹介这个词很不好理解 所以有人就讲了 说这个门的外面像太阳 门的里面呢 是阳明 说门中间那个 夹的那个空的地方 就是少阳 这个理解是错的 我们说 经络 少阳的经络 少阳的脏腑 虽然在人体的一侧 就像门的荷叶 门的轴 在门的一侧一样 但是少阳书记的畅达 却是关乎到 表里内外契机的畅达 就像门的轴运转灵活的时候 却关系到这个门的整个开合的灵合 开合的灵活一样 所以少阳主书 我们把它写成主书 他的气怕什么 就怕欲啊 门轴不转了 齐气为欲 那么治疗少阳病 怎么用什么方法呢 那就应当用 和书记 节欲节 把和书记 节欲节的这两个词 开头这两个字连起来 这就是和解 所以这叫和解 以书谕 这就是少阳病的治法 关于少阳病的治禁 主要是禁汉兔下 后世一家 又给他加了一个禁令小便 为什么少阳病禁汉禁兔禁下呢 这主要是因为少阳是个小阳 是个弱阳 是个幼阳 是个质阳 是个嫩阳 少阳阳气抗血的能力不足 而你用汗法 吐法 吓法 对少阳的邪气 起不到驱除作用 起不到治疗作用 只能白白地寻伤少阳的正气 少阳阳气本来就是弱小的 你用的治法 不能帮助他驱除邪气 而寻伤了他的正气 就会使病情发生恶化 而出现各种辩症或者坏病 所以少阳要禁汉兔下 一宗金剑 用一个歌诀来概括了少阳病 禁汉兔下的这个内容 我把它写在这里 少阳三晋 要祥明 少阳病有三种禁忌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汉瞻 吐下 祭尔经 勿用三汉法 伤了胃中的筋液 就会导致沾雨 勿用吐下法 伤了心胆之气 心气虚就会出现心悸 胆气虚就会出现 精体不宁 严重的 肾则吐下 吐下 吐不止 严重的 你勿用吐法 勿用下法以后 就会导致下 吐不止 不仅会导致下 吐不止 含可以导致水浆不入 你像底下有下列不止 上面连水都喝不下去 命难生 所以在山寒论里和后世的一家 都特别强调 邵阳 禁用 汉图下 这种攻协的方法 这是我们讲的 治疗邵阳病的 常规的禁忌 但是 当邵阳 兼太阳表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和解的基础上 兼以发汗 当邵阳兼有礼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和解的基础上 兼以卸下 这叫变法 邵阳进一汗头下 这是常法 兼表兼礼的时候 可以在和解 邵阳的基础上 兼用汗法 兼用下法 这叫变法 知常达变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邵阳的概说 我们就谈完了 下次课 我们具体讲 邵阳病片的原文 好 下课 谢谢大家